为培育策展新秀推动艺术发展 鼓励年轻策展者可以提出具有开创性、时代性 和贴近当代社会脉动的策展计划 花林县109年度新锐策展计划经过净烈的竞争 由山海共生与莫名其妙两组有7位艺术家脱颖而出 展期从4月7号起到4月29号 就在文化局美术馆的展览厅社 外民众可以前往欣赏 为培育策展新秀推动艺术发展 鼓励年轻策展者提出具有开创性、时代性 与贴近当代社会脉动的策展计划 花林县文化局透过109年度新锐策展计划 争选出山海共生与莫名其妙两件策展主题 在文化局美术馆即日期展出 让民众体验年轻世代丰富的创作能量 所以我是很感谢两位策展人能够脱引而出 其他的头件的单位也是非常优秀 我们希望明年、后年、大后年、年年、文化局 都可以向中央争取这个预算 让花莲在地无论是年轻的艺术家 或是资深的艺术家 大家都可以来策展 所谓策展这个心锐不是指年轻人的心 而是你以前没有策过展 你现在可以来策展看 一楼我们是比较西方的 有广告颜料、有油画 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叫做版画 第一的版画是非常非常有名 非常非常感动人心的 那二楼呢 我们刚好就是我们传统的水墨 但这种水墨的表现 无论是书法、水墨 还有我们的彩末 还有我们的钻刻 都是还有交产 真的非常动人的交产画 《山海共生》分别代表三位艺术家 山是卢俊翰、海代表叶海帝 共生则是李平宜 三位艺术家关注的面向不同 创作的美材也大不相同 但东部纯净的质地 成为三人作品共同的特质 诉说生活在岛屿东部的迷人魅力 莫名其妙则是四位艺术家 徐祖宽、郭雅杰、季冠帝与丁承翰 运用东方文化水墨、交彩、书法、钻科四种方式 在不同媒材上各自专精 却都对生活有着种种热情狂想 会写心中的奇妙 《山海共生与莫名其妙》展览 在华联文化剧美术馆 几页集展出自4月29日指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请大家继续支持 华联县文化剧好不好 记者蒋邦燕华联市报导